《混零时间,吹短笛的男孩》Le Fivre 一起来看一下 他的创作者是19世纪法国写实派与印象派画家 爱德华·马奈·Edouard Manet 在巨大的画布上 这个男孩的形象画得十分逼真 占据了画面的正宗 这幅画创作于1866年 现在保存在巴黎的奥赛博物馆 画作的色调有所减弱 完全颠覆了真实色彩 加重了贝雷帽的黄色调 和背景对比上的红、黑和白 除了受到传统西班牙绘画不可磨灭的影响外 在这一风格的效仿上 还体现了另外一种艺术风格的重要影响 就是日本艺术 当时对于日本版画的注意力 正如新兴之火般在画家中传播开来 惠灵时间 法国巴黎 感谢观看